大家好 九一號我們推了一個慶中秋的活動 只要你滿五千塊 我們就全部九折 優惠給大家 滿兩千塊 我們就送一片面膜 有三款面膜 上次有介紹過了 一個叫做乳奈糖面膜 一個熊果蔭 熊果樹的面膜 剖色音的面膜 有這三種面膜 都是30末的 那今天我來做這一款的示範 這一款就是乳奈糖面膜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敷出來的 敷臉之後的臉的效果真的很好 這是我經常在用的 我最喜歡用的 這三款我經常信得 都會交錯的在使用它 讓我們的皮膚 這個乳奈糖的面膜 主要是要 讓我們的真皮 讓我們的真皮的組織 重新排列 讓我們的角質 來去除我們的角 軟化我們的角質 讓我們的皮膚真皮 能再生 能夠重新的排列 讓我們的皮膚變得更好 甚至讓我們的毛細孔縮小 甚至呢 還可以美白 還可以美白我們的肌膚 效果真的蠻不錯的 現在我來示範一下 當然呢 我上次有推薦過 我都用熱毛巾 先熱敷一下 那裡面有熱毛巾怎麼辦呢 其實晚上洗完澡之後 也OK 因為晚上洗完澡 你前身是熱呼呼的 你那時候來熱敷的話 應該就不用熱毛巾了 像這個時候我旁邊 準備了一盆的熱水 大概40到50 大概40到50度左右 我大概會熱敷的 兩到五分鐘 熱敷之後 會很快會感覺到 臉開始發熱 脖子會熱熱的 我相信這個熱毛巾 主要的作用 就是要把我們的毛細孔打開 等一下我們在敷面膜的時候 才能夠把面膜的精華液 吸收到我們的臉部上面 因為我們面膜之後 我們還要擦上我們的母妝 比如說你看要擦早霜 還是擦晚霜 都可以 這樣的話就是整個程序的完成 我們擦精華液 大概2到5分鐘 然後呢你覺得不燙的 你再給它稍微擦 再換一下 再重新擦乾一次熱水 再擦一次 讓它徹底的毛細孔全部打開 來喔 也會讓你感覺真的是一股 暖呼呼的感覺 很舒服的 這裡有個筆卡 可以透出來 即使不透出來 OK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毛巾 它有毛細 它本身這個是纖維 它可以透氣的 並不影響我們的呼吸 也不坑 好 我已經熱敷完畢了 熱敷完畢了 我會用髮枯 平常我都會用髮枯 把我的頭髮 往後撥 等一下我比較好弄面膜 那我現在開始開一片面膜 這個是乳糖酸的面膜 一樣是30ml的 拿出一片 我讓你們看一下 它的精華液真的相當的 份量相當的多 我現在把它附在臉上 抓對 眼睛 鼻子 就是嘴巴的地方